云天河 风铃 领弦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四百七十集 我是林家的大小姐 你们敢拦我 活得不耐烦了吗 一刁蛮中带着霸道的少女的声音在屋外响起 伴随着还有打斗声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傻了 放着那么多有名望的大夫不请 居然去找一个女人给表哥智商 你们是嫌我表哥的命太长了吗 那什么的女人 除了身份高啊 还有什么本事 一个女人罢了 你们居然相信她能依表哥的伤 你们简直 蠢得不可救药 女子说得又快又急 且十分重 只听声音就知道女子极其霸道 而对方能冲到正院来 可见对方的战斗力也不弱 我请来了神医使证 你们最好快点让开 要是耽误了我表哥的伤 我跟你们没完 林小姐 我说过了 我们已经请了燕北王妃 无论如何 都要等燕北王妃看过后再说 还有这神医使证到底是河门河派 我们为何不曾听说 楚家的人极尽阻拦林家大小姐 可是这位林家大小姐不仅是楚昊的表妹 她的父亲还是楚家水师的副帅 楚家人也不敢下死手 仗着这一点 林家小姐更加没有顾忌地横冲直撞 这不 直接打到了楚昊的主院 要不是楚家人 誓死挡着 林家小姐这会怕是已经冲了进去 听到楚家人的询问 林家小姐一脸骄傲 哼 使证神医是药门传人 未来的药门掌门人 药门一向低调 行走在外的弟子极少自报身份 要不是我父亲曾与使证神医有交情 使神医也不会走这一趟 药门传人 那可否将药门的令牌给我看一眼 楚家人虽然高兴能找到药门的传人 可屋里已经有一个天一谷谷主的亲传弟子在 所以他们还算冷静 要知道 药门与天一谷虽同为一门 却各有擅长 药门中人擅长用药 各种药材在他们手中用得出神入化 但药门中人并不擅长医治外伤 药门更偏向于研究药方向 和药门人不同 天一谷这个门派出自江湖 常为江湖人医治 而江湖人哪个不时常磕碰 刀剑伤对江湖人来说更是寻常 天一谷的人就擅长医治这些刀剑伤 天一谷的大夫一手金针 用得犹如鬼斧神功 小小一枚细针 在他们手上既可杀人也能救人 楚昊伤及心脉乃是外物所伤 这伤自然是找专为江湖人医治的天一谷更合适 天一谷在江湖中名气极大 谷主弟子江湖中人人皆知 和天一谷相反 药门一向低调 弟子外出从不会主动暴露身份 是以江湖上经常有人假冒药门传人 林家大小姐口中的神医史正 此前半点名声也没有 出于谨慎 楚家人要确定她的身份再正常不过 可是这话却激怒了林家大小姐 大胆 药门传人也是你们能怀疑的 且有我担保 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那里面躺的人可是我表哥 我比你们更担心我表哥的安危 然 林家小姐凶悍 楚家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并没有因此退让 我们只是按规矩办事 我们先前并没有见过这位药门子弟 楚家只与两人 楚昊的生死非比寻常 这个时候他们宁可事先得罪人 也不像事后后悔 而且楚昊这次受伤 本就是被身边亲信所伤 这个时候他们更不能让人随意地进楚昊的身 更重要的是 来京之前 上将军叮嘱过他们 除了自己 谁也不能相信 尤其是身边的人更是不能相信 虽说上将军没有点名身边的人是谁 可他们又不是笨蛋 哪里想不明白 楚林两家是殷亲 关系非比寻常 林家又是水师的副帅 如果他们邵将军有个万一 那么最大的利益者就是林家 当然 这只是猜测 他们并没有证据 示意他们并不敢对林家小姐不敬 以免惹麻烦 屋内寄云开 听到林家小姐与楚家人的对话不由得拧眉 想了想 还是决定说一句 王爷 药门中人不是都姓诸葛吗 什么时候药门有姓史的大夫了 药门的弟子全是孤儿 他们被药门收养后 所有人都会跟着手刃掌门人姓诸葛 是以药门也有诸葛门之称 不过这种事外人并不知 姬云开会知道还是诸葛小大夫告诉他的 姬云开的声音不算大 但足够楚家的管家听到了 楚家的管家当即顾不得询问姬云开 能不能依楚号的伤 急切地追问 王妃 你说药门的人全姓诸葛 那外面那人是谁 对 我们王府就有一位药门弟子 不信你可以问问王爷 姬云开也不想多事 但楚家人做事着实叫人舒服 且他需要楚家欠他一个人情 不管他能不能医楚号的病 他帮楚家揭穿了外面那个假神医 楚家都算欠他一个人情 有这个人情在 以后他有事找楚家帮忙的时候 楚家也不好拒绝吧 当然 要是能医好楚号 进一步与楚家交好 那是最好不过了 毕竟这世间天大地大 都不如兵权的 他是不可能握兵权的 但要是能交好手握兵权的楚家 便是皇上也要忌惮三分 要知道他身后可是有燕北王和楚家 两尊大神宝护 不必相问 我们自是相信王妃 楚家大管家脸色一白 并没有向萧九安求证 和外面那位林家表小姐相比 无疑楚家人更相信姬云开 当然不是因为他是燕北王妃 而是有凤琪的背书 天一谷大弟子凤琪名震江湖 他亲口说姬云开是他的小师妹 这还有假 不说凤琪 就说天一谷少谷主费小柴 这也是在江湖上叫得上名号的人 连费小柴也说 姬云开是他父亲的弟子 这怎么可能作假 姬云开天一谷亲传弟子的身份 不容置疑 而一门的人知道一门的事 他说药门没有姓屎的神医 那么屎有八九 外面那个屎神医就是假的 林家在这个时候请了个假神医上门 且话里话外都是不屑燕北王妃 这真是巧合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